大家好,我是龙阿喜 今天我们开始割那个贡米了 现在把这个打骨鸡嘛 来,给摘到那个田里去 这个就是贡米了 这个贡米的话要比其他的米更早熟啊 你看其他的还比较轻啊 那个是落骨跟那个大米嘛 这边是贡米 这个贡米已经成熟了 这片都是,然后下面也是 现在就开始收割了 这个倒骨特别的长 这边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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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分钟 开始打了,割的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来的比较晚 然后先打一部分 再打一部分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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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打一袋就差不多天黑了 今天来的比较晚 继续干活 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现在回去了 防止下雨我们晚上用这个稻草把这个打骨结给盖住 这个公米真的很香啊 就是我们以前经过给环境吃的那个大米嘛 非常的香 今年也种的比较少 因为这个产量实际上太低了 没什么能种 这个村里的话就几家子种的 我们家种的比较多一点的 你看那边都是落骨 一眼望过去都是落骨 没人种公米 公米就我们种的一些 你看那个黄色的都是我们的 还有下面一点点黄色的也是我们的 其他公米真的很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